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对契约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 他们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履行合约上面 任何契约上面的事情 也不应该有任何人要违背上面的事情 所以他们对契约的看重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跟犹太人做生意 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犹太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不会就是这边说一那边说二 他可能会钻漏洞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履行他的职责 所以他们是非常鄙视任何人 没有执行他们所答应的事情 他们甚至可以相信这口头上的协议 都可以当作他们的契约 他们就是口头上还认为 你答应的事情你就必须会做到 这是他们的看法 所以这边的故事呢 也就发生在比较早期吧 有一个小伙子 有一个犹太老板跟他的员工 就签下了一个合约 一个口头上合约啦 那个员工说我不需要你的任何的薪金 他不需要拿钱 他不需要献钱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必须让我去 比如讲他一天可能是十块美金 他的工资 他就可以当天去到某一间商店 跟那边的老板兑换他的货物 是十块钱 一样的十美元的那一个 等价的价位的货品 然后这个商店的老板才回去跟他的这个老板收钱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君子协议啦 所以当天做完工之后呢 这个工人也就去到那个商店 然后气冲冲的跑了回来跟老板说 这个老板不行啊 我就把我们的契约跟他说 他不承认啊 他讲要看到现钱才可以拿货啊 所以你必须要给我现钱 我没有办法 不然我买不到任何我今天要吃饭都没有办法啊 所以那个老板讲 既然我们已经答应过 你可以跟那个商店街老板追换 但是商店街老板不同意这件事情的话 没办法咯 我就给你那十十美金哦 但是过了不久 这个商店的老板也来找了这个老板 你那个工人 已经拿了我的十块美金的商品 你应该还我十块钱吧 因为他已经拿走了啊 这样子你应该要还我吧 这个时候两方都做了自己的说辞 这个老板也很难去决定 很难去判别 到底谁说的是谁是说谎的 或者谁是对的 有可能商店街老板是来诈骗那个十十美金 有可能是他员工诈骗他 但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契约上 他已经跟他的员工有这个契约讲 他会给他去那边拿 但是因为他的工人没有办法拿到 他也是欠了他一个十十美金 他就给了他 而这个商店街老板也说 他的员工拿了嘛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判别他也给了这个老板十美金 所以也就是他给了双倍的价钱去还了他那一天员工的薪资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对于企业的看重的方式 对于他来说 我跟你决定的事情 我跟你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我不会去违约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等于是现在做生意了 我们现在做任何人 做人啊 不是做生意 做人都一样 你就要负责任你 答应人家的事情你就要做到 做不到你要提早跟人家说 这个也就是我们对于契约的精神啊 好 我们今天故事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有兴趣的话继续订阅我的节目 继续的收听 继续的分享 注意给你的新闻好友 还有别忘了加进我的粉丝团 好像Facebook Instagram Discord都有我的粉丝团 大家可以找找看牛太小故事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